冲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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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那个什么吗 有弹琴的呀 要弹琴的 冲的高 你可以上 我用甲上上 你用甲上上 那我们量的一起用这个 谢谢啊 不要 买咖喽 换麦喽 换麦喽 换麦 哎呀那个东西哦 你皮膚 对呀 就是我的 亲自的那个电话 你不记得电话 亲自的 那的 我这故意好多人都闯着跑 哈哈哈 你那里有没有拿我这个 好吧 你不说你这个 哇 太太留言先 哈哈 沈飞哥刚才说了一个很好玩的 这个 这个纯粹就是说 龙天 激怒了一个丑八怪 哈哈 被人骂到 狗血淋头 那所谓龙天激怒的这个人呢 我怀疑就是那个 所谓的 判了几单 这个 刑事案件 而且呢 他全部 赢了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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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在在这里等判的这个人的 那么呢 就扭书神怒 所以呢 就 抓住人就出气 所以呢 都是 猜到啦 江湖全民都是对的啦 我都收到这些 收到很多这些这样的消息的啦 不过有些人就说 你为什么不把这些案情公布出来 其实就没到这个公布所有案情的时间的 虽然 妻人通知我们 这位 这位 这位所谓的 什么 草法鬼啦 他已经 赢了所有罪的 但是呢 法庭就没有宣判 那么 等他这些人事案 日誓罪 判了以后呢 我们可以公布这个 宣判结果 但由于我们还要 进行这个文事索上 所以呢 在文事索上没有完结之前呢 案情都是不可以公布的 和案情有关的视频啦 一些图片啦 都是不适宜公布的 不过不知道这件事 会搞到龙天被人罵到狗血淋头 真是奇怪了 一个大男人 人人打 人人罵 我都不是很清楚 你是不是买身给人呢 是吧 嗯